嗨,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偶像DJ 今天說說說說說你愛音樂請到了 鄭怡農 哈囉,大家好,我是怡農 專訪的內容、音樂的分析跟推薦 請一定要聽說說說說說你愛音樂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嗨,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偶像DJ 米底楊世宏 又來到新的一集說說說說你愛音樂 今天要訪問到的對象呢 算是我心目中很厲害的一位創作女神 而且她發行了新專輯 又是帶來更多的驚喜 因為以前可能唱一兩首台語歌曲 但這張專輯竟然帶來整張的全台語專輯 讓我們歡迎鄭怡農 耶,哈囉,大家好,我是鄭怡農 在3月4號的時候發行了這張專輯 名稱叫做水逆 為什麼會叫水逆 其實這張專輯在開始寫的時候 然後我就設定她的主題是溝通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溝通的各種面向 對,然後其實舒實在話 從小到大溝通對我來說是蠻困難的事情 對,就是我不是一個很擅長表達的 就是我比較慢 對,我要把一些事情講好 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這樣 對,那當然在成長的過程中 我有一些訓練 可是我的本質上我還是覺得 能夠把完整的資訊傳達給對方 那是很珍貴的事 對,然後後來我漸漸發現 其實這好像不是只是我個人的問題 只是一個大家共同都會遇到的問題 尤其現在大家都黏著手機 對,其實我覺得大家本質上都 應該多多少少體驗過那種很孤獨的片刻吧 就是你明明好像感受到了一些事情 你好像心裡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可是你說出來或是你沒有辦法說出來 然後你說出來之後 可能別人也沒有遇到 對,所以我就是想要把這樣的東西 寫成一整張專輯這樣 很少人把溝通這件事情 放這麼仔細的去檢視喔 可能作為一個專輯概念 它是一個非常需要去抽絲剝繭的一個主軸啦 但是全台語 因為我之前看到一些資料 好像你有說過你台語不是那麼的純熟 對,對 那為什麼在溝通的專輯裡面要用全台語 就這也是一個為什麼 這兩者是一體浮現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直接用一個我不熟悉的語言 來表達這件事情有多困難 蛮有道理的 對對對 所以它叫水膩也是 真的我在整個創作的過程是超膩的 就是第一次遇到 在那個錄音前的最後一刻 我還在改歌詞這樣 然後因為這整個創作的過程 就是我們經驗比較不足嘛 那時候我跟我的製作人 他叫Chin Ho 我們一起就是先把詞曲啊 還有編曲的架構都已經寫出來了 是 對,可是那個曲是黏著編曲的 因為裡面很多core的細節是 就是你就是必須黏在一起這樣 然後等到我要錄音的前一個禮拜 那時候我的配唱老師莎莎 何欣碎他就發現了很多很多的 那個導音的問題 磁曲咬合的問題 對,所以我不能修曲 我只能修詞 因為 對,因為旋律不能改動了 對,所以我就是開始大量的改詞這樣 天啊,這也是很少見的在錄音前 緊急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且因為我之前也從來沒有過這個經驗 所以就是真的很痛苦 而且我有一度想說我真的做得到嗎 我真的有辦法 就是因為我有一些歌詞是直接整個砍掉重練 就是我連那個觀點都換一種方式 整個連歌曲文字的概念都換 對,可是我又還是想要講一樣的事情 對,所以我對於是 這是一個作文考驗 焦頭爛耳啦 腦袋在打結的狀態 對 不過最後呈現出來的結果 也是因為有剛才講的 Chen Ho跟Sasha老師 他們的這些溝通之下 讓這些作品都用一個非常溫順 一個很完整的精緻的狀態 進入到大家的耳朵之中 那你覺得台語歌創作跟在中文歌的創作 有什麼最大的不一樣嗎 第一個讓我在一開始就覺得 我真的做這個選擇是對的嗎 的這件事情是 因為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一路懷疑自己到最後一刻 對,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我要再做一次一模一樣的事情 但是我目前感覺是回不了頭 總之就是 都已經發了 那個 因為我是一個隱喻狂 對 可是台語的隱喻通常是禮語 所以禮語是無法入歌的嘛 它跟我的就是本身的 我這個人的風格也差太遠了 所以我變成是要用很直白的 我變成要用架構的 對,我要用各種很直白的話 隱藏在詞之中 用不同的物件 比如說新刺激的女兒 就是每次眼淚掉下去的東西都不一樣 掉進的東西都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也有一點點是逼迫我就是 更 有一點回到地面的講話 就是 寫詞更 就是讓普羅大眾都 我迅速可以理解 這樣 跟聽眾也有更多的空間 可以產生更多的共鳴 的確如果寫一首歌 然後裡面一直在 是貴我大便 沒拿鹹洗口 整個很太接地氣 而且我不知道聽眾朋友們 知不知道 只要是台語專輯 只要是台語歌曲 其實在台灣的市場 都會非常的好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自己的認知是 台語歌就台語歌之於台灣就好像是 鄉村音樂之於美國 一直都會有人出這樣子的專輯 而且大家都會很喜歡去聆聽 像我自己奶奶就最愛的藝人 原本是江蕙 但是她縫邁了 後來變成徐富凱 我想說 我奶奶竟然知道徐富凱 所以 大家可以仔細去聽一下台語 她的美妙之初 她生育裡面的美 聽說在專輯3月4號上架之後 其實還會在未來有更多的 MV作品出現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在期待之餘 也要去複習一下之前有出過的MV 尤其是鄭宜農的背景 她本身也有知道過MV 也有當演員的這些 種種的人生經驗 讓她的MV看起來就像行為藝術 我覺得行為藝術是可以很 怎麼講很確切的 在幫你的MV做一個類別 或者是一個抬頭 比如說像我們剛才講到 新世紀的女兒 這支的MV 妳要不要跟她分享一下 當時跟導演在討論的時候 導演叫李彥如 她也是冥王星圖的導演 她是一個 從 就是一個很有氣場的 然後 從國外回來 所以也很洋派的一個 很高的女生 對 那 她在跟我聊天的過程之中 我們發現我們都是概念狂 就是 對 她那個電腦一翻開 她所有的reference 都能有很多一鏡到底 對 然後那個都是很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可是表現得很完整 很精緻 對 所以 我們就找到這個公通點很開心 我們就決定這張專 這一首歌 因為畢竟她的預算其實不是很高 對 那我們可以做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一個概念 我們找到一個概念 然後把它做好 其實整首歌曲 從詞役跟演唱上面 它就好像是一個女生 我不知道我理解對不對 就好像是一個女生的人生經驗 反映在MV作品裡面 就是你一直不停的脫衣服 穿衣服 然後呈現不同年紀的女子的狀態 新世紀的女兒 對 而且它是一個一鏡到底 就前面三分多鐘是一鏡到底 然後我在這一鏡到底裡面 就造型團隊會一直幫我 換上衣服再脫掉 換上衣服再脫掉 對 那那個其實也就是 而且是每一個階段的衣服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女性成長的經驗 然後這些成長的過程裡面 是有很多很多人的 可能是期待 或者是他們對你下的標籤 對 那你在面對這些標籤的時候 呃 就是大家都是 大家都其實有在面對這些標籤 對 大家都有在這裡面 感受到辛苦的部分這樣子 比如說第一套衣服 穿的就是學生的服裝 然後每一次只要換完一套衣服之後 導演就會 zoom in 到你的臉 然後讓你做一個定卡的表情 對對對 然後隨著年紀增長 那個笑容就逐漸垮下來 變得很無奈 就是 如果像三十幾歲 或者是二十幾歲的人 觀眾去看這些MV 會有一個感受 十多歲的人會看有一個感受 然後四五十歲的人看也會有一個感受 就是一個很 所有人都可以從這個 音箱作品去拿到一點什麼的感覺 我覺得真是非常讓人感動 那 還有哪一首歌MV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其他的歌的話 像我跟 因為這一首是比較早就出現的 是我的阿爸我一起合唱的 對 或許就變成書裡的風景 對 然後他算是這一張專輯的第一首錄出的歌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就已經在買這個概念了 就是語言這件事情 對因為在裡面就是阿爸是用哈克族語 對 然後我是用台語 可是中間我還是用了華語 對 那其實我們就是想要藉由不同的語言 建構出一個新的語言的場景 對就是各式各樣的語言是可以互通的 然後只要我們有這個心 我們可以眼睛對眼睛的交流 我們可以有就是很誠懇的去表達我們的想法 我們努力的去表達我們的想法 對就是我們就可以一起創造一個新的語言 然後那個是台語也是可以超越各式各樣的語言隔閡的 好浪漫喔 對 而且又找到阿爸也是在《潮流新生》這個Podcast裡面 合作的一起主持的 雖然是不同基數啦 然後當然也是會有一起講話的時候 我覺得一切脈絡都很讚 而且他中間是不是有唱台語啊 對 他有一個和聲有墊上去對不對 對 對 這是他第一次的嘗試嗎 其實不是 應該是在錄音作品裡面第一次出現 對可是因為他那時候在錄的時候 他唱得超好 就是那個胸口可能比我還要好這樣 他就說因為他以前都在唱《頭壁式卡拉OK》 蛤 在山上的時候 對 在山上的時候 頭壁式 妳有唱過頭壁式卡拉OK嗎 我也有啊 在哪啊 就是去一些 真的就是去到山上部落裡面吃飯 然後他們的餐廳裡面都會有《頭壁式卡拉OK》 這麼讚 嗯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 有老歌可是其實有時候也會出現很新的歌 OK 比如說也會有一些 周杰倫比較新的作品 OK 他們好像有在更新 OK 他歌單也是有在更新啦 《頭壁式卡拉OK》一次多少 10塊吧 我印象中是10塊 這樣會不會比KTV還好賺啊 我覺得可能喔 因為大家沒事就去唱個兩個小時這樣 而且還要 而且就沒有搶麥的問題啊 假設大家都填好單子或者是拍好隊 這樣唱完一首就換下一個人 不錯耶 大家可以考慮如果去部落裡面玩的話 可以挑戰看看這個文化 《頭壁式卡拉OK》 我是自己是不敢唱啦 畢竟旁邊可能隨便唱都比我唱好聽幾百倍 如果去部落裡面的話 真的是會覺得不算了 一大堆歌王歌后就在你的身邊 對 推薦給大家 剛才講到《或許就變成疏離的鳳京》這首歌曲之中 你有這首MV之中 你有跳舞 對對對 你原本就會跳舞嗎 我高中是舞蹈班的 我以前是中正高中舞蹈數學班 所以我是從很小的時候 就有練舞 對對對就一路跳到18歲 然後後來其實也有陸陸續續自己練啦 可是我就沒有再繼續在那個術科班裡面了 我就去考普通的大學這樣 那你原本術科裡面最拿手的分數最高是哪一種舞蹈 現代 對對對 現代跟即興 我芭蕾 芭蕾跟古典就是 那個民族舞 比較不行 對我比較沒有辦法跳 對就是那個規則很清楚的舞 對對對我比較沒有辦法 是要有一些腦袋激盪的感覺 就這類型的舞蹈可能正宜能比較拿手 因為我們之前有訪過舞者 就是演唱會跳舞的舞者們 現在我是不是有一個練習方法是兩個 比如說兩位同學 然後你們無時無刻身體都要有地方是碰到對方的 然後去肢體發展這樣 有有過這樣的練習 那個很累喔 就是他的那個狀態可能會是譬如說 碰到你手肘 然後你手肘就要動這樣 對比如說這樣 然後我們都一定要有點對點的接觸喔 這畫面超荒謬 對超荒謬 對可是那個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明明就是這樣很緩慢的一個點在移動 為什麼全身都在酸 然後爆汗這樣 而且你還要對應別人的動作 也許跨過別人或者是跟別人有一些互動 那種接球丟球的感覺 也是規防情緒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自己跟自己很親密的夥伴 來培養一下這樣子肢體上的默契 一起流汗 對就很好玩 那接下來要談到的就是我們剛才有提到 KKBOX抄流心聲這個主持的節目 因為如果是正宜農的鐵粉的話 就知道他也有出出版自己的文字作品 當然音樂作品以及他戲劇作品 以及MV的指導的方面的作品 但是主持人就是算你第一次嘗試吧 對很恐怖欸 為什麼很恐怖 其實我一開始他們問我要不要接的時候 我就是大概問了五遍你確定 因為我覺得 我不是 那個節目畢竟他是 希望可以跟更多原本的 對 然後主要是聽眾上面的話 他們的聆聽習慣可能是比較 娛樂性比較重的 就譬如說會想要聽好笑的啊 我真的就不好笑啊 對 我就是 知性路線了 對 比較嚴肅啦 對 所以 我真的是蠻困惑 他們為什麼會想到我這樣 可是 後來那個 當時的主事者 也就是現在跟我一起主持的 正派 他是 整件事情的總企劃這樣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們的目標是 創作者跟創作者一起 對談 對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什麼是創作 然後以及創作的時候 面對的是什麼 一個新的創作者 會遇到哪些困難 然後希望這些東西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之後 回頭過來去 就是 可以去願意跟聆聽創作者 想要傳達的理念 然後以及去現場支持這樣 某部分也是跟我們節目 想要傳達的概念很像 就是 請大家打開自己的耳朵 多去聆聽一些你可能 不曾注意到的聲音 或者是沒有聽過的曲風類型 說不定就愛上了 對 因為那個Podcast節目 真的好難做 對啊 因為我們沒有 礙於版權問題 現在是 幸好有Kickbox 音樂嵌入這件事情 要不然在之前的時候是 只能敢講 只能敢講 哇這首歌多讚 讚爆 大家趕快去聽這首歌 用了什麼樂器 哇好會彈喔 你唱得極好極屌 就很像老王賣光 對 就很虛無啦 對 所以大家 除了要聽Podcast之外 獲得更多關於音樂的新資訊 也一定要去 手動 主動的去支持一下 這些音樂作品 去聽看看好不好 那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我們 每一次訪問歌手 都一定會進入的環節 如果 今天有人 完全不認識鄭伊農是誰 但是又只能推薦 專輯裡面的一首歌曲給他 那伊農你會想要推薦哪一首歌曲呢 其實這真的很難 因為 對 通常你被問到這個問題 你會覺得很難回答 就每一首都是心肝 心肝寶貝啦 對 那我就是一樣很 很 就是 有重點的推薦好了 好有重點 其中一首歌叫做 親愛的 對 欸 竟然是這首歌 對 但我推薦它的原因是 它真的有完全展現了一個 我沒有過的面向 對 對包括我的唱法 包括我 講事情的方式 就是它是一首很濃烈的歌曲 一首歌曲的歌曲 對 對 然後有很磅礡的和聲 對 然後以及很 我找不到比濃烈更好的意思 因為我在唱的時候 我在現場唱的時候 就是我都要握拳頭 對 是這種程度 然後這是我以前沒有過的一個嘗試 很浪漫的一首 很有 富有感情的一首六八拍的歌曲 對 也算是很 經典的一個組合嗎 就是六八拍搭配上 很有靈性的和聲 跟磅礡的編曲 對 所以其實那時候在做這首歌 我們的挑戰就是 如何讓這個很經典的組合 可是又有新意 新意 對 所以可能包括 其實 有一個團結 可是這東西真的很宅 就是我們跟製作人們會聊的 很宅 對 就是這邊來一個三反 對 音樂宅 對 超音樂宅的 所以有在拍子上面進行微微的變化 小變化 然後以及可能 音色上面的選擇 還有 其實 光是用台語 然後講這樣的主題 然後用這樣子的手法這件事 我們還是希望它可以讓大家聽起來是很新鮮的 了解 那親愛的這首歌曲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它是在寫 對誰唱 或者是 它的歌曲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 這一首歌 它真的沒有一個很實際的對象 它比較像是 我想到了一個 我在溝通的時候 遇到的挫折 就是 我沒有辦法讓對方感受到同理 對 這是我的一個點 因為我很 需要讓對方感受到我的同理 應該說 我有到需要的程度 就是希望對方可以知道 我有 我是理解他在說什麼的 然後 讓他可以 減少他的孤獨這樣 對對對 尤其在藝術產業 音樂產業 更是 大家都在談很虛幻的東西 你要讓 怎麼讓別人知道 你的感受 或你想要傳達的 氛圍 對對對 所以其實包括像 我們前面提到的 潮流行聲的主持 或什麼各式各樣 其實 如果我在那天沒有覺得 我讓對方百分之百 淘信淘費 我會覺得有一點 啊 這樣 我會覺得有一點可惜 好敬業的主持人喔 我很在乎 對 我希望對方可以很自在 了解 對 所以這個心願 我把它寫成一首 有點哀求語氣的歌曲 就是在 像一個對上述說說 如果 我再 重來一次 比如說如果 我 我那時候的歌 我的歌詞是什麼 聽入回憶的環境 對 如果我可以 率先跟你說 心裡面的話 那你會不會 稍微感覺到 沒有那麼孤獨 或是如果 我可以 嗯 就是讓你看到我的眼淚 你是不是不會 感覺到這麼的怨嘆 之類的 對 就是用這樣子的 有點M的方式 去請求對方 再度的敞開心胸這樣 非常有影響力的一段話 讓大家可以更了解 這首親愛的這首歌曲喔 我相信 每個歌手 像 我這樣猜測 遇到這樣子的 自己 人生中的小困境 無法讓別人感受到 同理這件事情 把它寫成歌 也算是一個提醒自己 嗯 就是要努力的 往這個方向去變得更好 對 也算是一個自我療癒的 緩解啦 一個過程 對 我也是要推薦一首歌 可是 你有點 就是讓我嚇到 因為我不知道你會推薦親愛的這首歌曲 親愛的會 會打嗎 呃 應該會 應該會 那就沒關係了 因為我很害怕沒有介紹到 歌手的主打歌 對 然後有的時候我喜歡的歌 是超歪超偏門 就可能是intro 常常轉一個intro 讚死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關係啊 你如果真的要推薦我也無所謂 我想要推薦這首歌 我覺得也是一首非常溫暖 非常感人的歌曲 它叫做 這首歌曲 嚇到我 前面赤裸到不行 前面只有 兩個樂器加上人生吧 其中一個還 甚至不算是樂器 甚至有點像 音效 叭叭叭 或者是 小小敲打的聲音 創造一點點的節奏 因為這紅台 感覺就是 那一天是一個 颱風天 然後在颱風天裡面 房間裡面我跟妳的相處 我跟妳的對談的 這樣感覺的歌曲 很安靜 前面安靜到不行 包含連那個鍵盤 有一個鍵盤在彈和弦的部分 小聲到一個 簡直就是清唱 然後前面清唱一大段完全 因為有的時候聲音修太多 會變機器人 可以聽得出來就是 正港的正一農在清唱 我在嚇死哪一個藝人 哪一個歌手敢這樣做 然後到中間 又跳出來一個 是怎麼 健答初期待的概念 你的阿嬤 對 出來現聲了 而且出來現唱 對 然後現唱的部分 跟前面正一農的清唱相比 就知道 阿嬤 唱歌的部分 可能 就是阿嬤 就是比較輕鬆 對 那那一段 妳跟阿嬤 是真正的日常生活的對談嗎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那個其實是另外一首歌 小時候我們去拍MV 拍MV 對 然後我們就是機器擺在那邊 我就開始跟他聊天 對 然後聊天的 反正真的是天南地北聊 然後我阿嬤她也是 我發現她其實 蠻有表現欲的 她看到有觀眾 她就開始很愛唱 有新阿嬤 有新嗎 就有新阿嬤 然後她 她就 自己停不下來 開始講她的 跟我之間的回憶 然後以及 譬如說她 分享她夢到一個夢 那個夢是 大家都說我的名字很像男生 然後她就很緊張這樣 等於是她從我 一出生的時候 就煩惱的事情 我以前差點被叫美鳳 阿嬤想要我叫美鳳 但是我爸媽當然竭力她 正美鳳阿 美鳳正 還好之後就是叫伊農 不然我現在就是 也沒有 美鳳其實也不錯 可是我人生應該會長得不太一樣這樣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美鳳 上台演唱這首 做紅胎 好適合 美鳳 美鳳直接叫起來 那這首歌曲 我覺得大家如果去聽 就會有很多的驚奇感 她雖然是 算是小品的歌曲 但她的情感是很豐沛的 尤其是也有阿嬤的先生 就是很真誠 很誠實的一個作品 其實 我在錄音的時候 我錄到苦味 這首歌的時候 這首歌 就是 真的很赤裸 而且我在那個時候 因為我 錄音室是有那個門簾的 就是我整個拉起來 就可以讓所有的人 都看不到你 然後那時候 我就是處在這樣的狀態 我還把燈關暗這樣 就自己一個人 覺得 現在外面真的是 風風雨雨這樣 然後我真的好想要有某一個 溫暖的存在 跟我一起處在這邊 對 所以我是真的有把那個 孤獨的感覺 放進我的錄音裡 我希望那有聽出來 這樣 有 非常非常感人的一首歌曲 怡農推薦 親愛的這首歌曲 我推薦 作風台 作風台這首歌曲啦 我們也會 利用Kickbox的 遷入功能 在這一節Podcast之中 聽完我們 推薦這些歌曲 馬上 就可以聽到 鄭怡農的歌聲了 請大家 一定要仔細的聆聽喔 去聽聽看 我們剛才有講到的 這些音樂上的重點 由 從 怡農的音樂歷程 從海王星 到Pluto Pluto是 Pluto是冥王星對不對 對 然後再到給天王星 再到這次的水 妳 為什麼 都是星象 為什麼都是星題的概念呢 其實我 那個第一張 海王星的時候 那時候比較是誤打誤撞 因為我 我不想要 就叫正宜農同名專輯 第一張 所以我想要找一個 代表我自己的東西 那 我就開始上網查各種關鍵字 那因為我本來就是 我小時候住在山上 所以我是那種每天都在看行星 自言自語的小朋友 所以 我對行星本身有一些感應 我就突然間突發起想想說 不然我來查一下星體好了 看一下它們有什麼代表的意思 然後就查到海王星 它代表了就是 一個虛幻 迷幻 還不太 就是那個形象很模糊的一個存在 星體有它代表的意思喔 對對對 就像花雲那種感覺 對對對 有點類似那樣子 然後它也就是有牽扯到神話 然後有牽扯到它本身的 就是這一顆星的被發掘的過程等等 它都是相關聯的 都是故事 累積而成 對對對 那海王星就是 外人內人模模糊糊 然後它代表夢境 代表著各式各樣的幻想這樣 對所以 然後它還代表我的星座 對對對 我是不知道星座跟那個 星體的連動這件事情 對對對 所以總之就是 我就覺得 那就叫海王星好了 因為 好像各種面相都跟我很相似 這樣 那可是在那之後呢 我就開始發現其實我 好像很喜歡宇宙學 因為我就去找了宇宙學的書來看 然後我就無法自拔的沉浸在宇宙學的 各式各樣的書籍 跟各式各樣的資訊裡面這樣 我也很愛看youtuber在比如說講一些 一些新的宇宙發現或者是一些宇宙星之這樣 嗯嗯嗯嗯 可是為什麼要從最 剛才有講到海王星的 因為跟你的關係 可是為什麼 慢慢越來越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嗎 而且直接從外面三顆星 正式跑到水星逆星這件事情上 對對對 第三章給天王星的時候 因為像Pluto冥王星 它的代表意思是 置之死地而後生 剛好那就是我那個階段 難怪裡面有一些酒飲的歌曲 對對對對對 整個都是在喝酒的過程 對然後到給天王星的時候 就已經是 天王星它代表的是群體 對 所以給 我就給出去 所以那時候我就已經很明確知道 我接下來開始 我不想要只為了自己寫歌 對我想要寫的是一個個人 大眾的共感 對對對 所以那 當然我要寫大眾的共感 我就要接近地面 所以我就可以往地面前進 好有脈絡喔 對對對 而且也是像剛才你說的 就是希望別人可以感受到你的同理 在作品的這個進程跟整個脈絡上面看 你也是在往這個方向靠攏 讓更多人了解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或你想要傳達的概念是什麼 很浪漫很浪漫 你要不要分享一些宇宙心知呢 我再補充一句喔 嗯 就說不定 在哪一個偏心宇宙裡面 你的第一張專輯 叫正美鳳同名專輯 喔 說不定喔 對 在那個宇宙的朋友們大家好 希望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也在聽 收聽的說說說說 你感覺 好想去那邊看看 正美鳳的人生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一些你覺得很有趣的宇宙的知識呢 我最喜歡的一個知識是 就是 這宇宙裡面最小的例子 叫做夸克 對 然後可是 夸克這個東西 它就是 譬如說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夸克 對 然後如果我們今天死掉了 我們的夸克就會 回到 宇宙中 然後它就會變成下一個物件 它可能就會進到土壤裡 然後或是幹嘛就會變成別的東西 對 然後所以 我們是 用存的 對 因為有夸克在那邊 然後其次是 雖然夸克是全世界最小的 可是因為整個宇宙都是夸克 對 所以它也是最大的 喔 就像沙灘 聚觀的沙灘 跟圍觀的一粒沙子的感覺 對 好浪漫 然後其實在整個宇宙學裡面 充滿了各式各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概念 對 所以你會 就是我在閱讀的過程之中 我會不斷的被這種 類型的東西 弄得雞皮疙瘩這樣 這是我個人 宇宙宅 對 而且我很喜歡那個 去理解自己有多渺小 這個宇宙有多廣大的感受 因為 那就表示我還有無限的東西可以探索 對 哇塞 真的是藝術家 是不是講出來的話 我自己是有 有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包含也有聽到 有些YouTuber在 在講宇宙膨脹這件事情 就最終最終有一天 也是滿浪漫的 我當時聽到有點小感動 最終最終 宇宙會膨脹成一片虛無 每一顆星都距離超遠 然後也許連光都到達不了的地方 那樣子遙遠的距離 所以有一天 我們也會抓不住月球 有一天月球會離我們而去 那 對 就是滿浪漫的一件事情 死亡的浪漫 有一點點哀愁 對 哀愁的感覺 所以要好好把握當下 當然這件事情不會發生在明天 可能會發生在幾億年之後 或很久很久以後 對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把握當下 對 以免就是哪一個人哪一天像月球一樣 離開 離開了你 好不好 大家要把握當下 那接下來要聊一點生活的部分 沒有在宣傳期 沒有在音樂季 沒有在巡演的正宜農 都在幹嘛呢 那是什麼 都是滿的 刑事率都滿的 最近好像對最近有點陌生 好啦 其實真的很空閒的時候 除了一些就是大家都 其實我真的覺得我生活蠻無聊的 就是種種草啊 看看書啊 跟貓玩啊 然後做個中訓啊 然後炒個蛋啊 就真的是很生活 很居家很生活 但是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分享 就是我還蠻喜歡打電動的 我在新聞稿之中有看到你最近也是迷上了阿爾宙斯 對 精靈寶可夢阿爾宙斯 對 因為其實本來寶可夢系列啊 是對我來講 稍嫌 孩子氣 就是它的那個回合制 然後以及它的故事的整個脈絡 就是比較 面上比較單一這樣 對 可是阿爾宙斯不一樣 它是 接近開放世界的感覺 對 它很像薩爾達 可是它是 有我沒有玩薩爾達 我跟你講 大家如果買Switch 趕快去把薩爾達給買起來 曠野之息 因為它錢賺 可能明年要出了 薩爾達真的 我也是電玩賬 薩爾達傳說曠野之息 那真是我這輩子玩過最讚的遊戲 對啊 那真的是一個無可取代的經典 而且如果你一打開一開始玩 你三個月會廢掉 就醒來 一直就瘋狂打 可能甚至都不睡覺不休息 那你有看過 你有看過薩爾嗎 就是那個有一個YouTuber 他是專門在打薩爾達給大家看 然後他會幫你解割是各樣的 難關 對對對 攻略型的 對對對 然後我之前有一度就是我會開著他 跟他一起打 我會跟他同步 可是那不是 好拆喔 那是因為其實薩爾達是一個很寂寞的遊戲 就從小為 對 你就一直聽到自己的腳步聲 整個世界裡面就是你一個人跟其他都是NPC 對 而且NPC也不會好像跟你講話 就是你很難得遇到可以跟你認真溝通的生物 對 所以這個時候 玩久了 我不知道我個人就會有點悲從中來 而且很賤的是 有的時候你很孤單寂寞 你走在路上看到一個人 你過去終於找到人要跟他講話 說不知他是壞人 他是忍者 然後他要跟你就立刻開始對打 到底 這個遊戲要多折磨人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人 結果他是怪物 他是壞人 對 所以我就打開一起玩 我就會覺得有人跟我一起玩 那你會玩遊戲玩到哭嗎 感動到哭 會啊很長欸 我之前 在講一直透露新的遊戲 就我玩那個什麼 我玩人中之龍我也哭啊 你會玩人中之龍 但是我前陣子就不能出國 我真的受夠了 所以我就有把我已經破過一次 人中之龍六再拿出來再玩一次 很日本感的一個電玩遊戲 他就是真實的日本街景 在街上找人打架 對對對 就等於是臨森北晚上的時候 你喝醉了 然後就在街上找人打架 然後搶他的錢 或搶他的馬子或什麼 對不起我用馬子 這個詞不太好 對然後我就在那邊散步 因為就是逛東京這樣 可是沒有我跟你說 他還是要玩劇情 人中之龍真的是一個 故事寫得非常非常 他的脈絡很清晰 然後很很複雜 然後可是每一條線都很完整的一個 就是你很像在看電影 所以只是你在演這樣 然後只是他是一個家酒的故事這樣 然後好死不死就是其實我個人 就是對家酒有一些嚮往 我滿喜歡家酒的 對 然後所以我就是 對我在裡面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很沉浸其中 沉浸式的體驗的感覺啦 所以你哭的點是什麼 這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人跟人之間的羈絆 對然後那些羈絆是 很就是 很深耶 很真摯 對對對非常就是濃烈的羈絆 生死之交的概念 對對對所以很好哭 了解 就是就是很像看看日劇這樣 就是大家玩遊戲的時候可以聽配樂 對 遊戲的配樂通常做超爆好 暫時 瑪莉歐 講不完 瑪莉歐賽車我忘記是哪一代 他已經出到我現在不知道地幾代 反正很後面 其中一代他們有一個主題曲 搭配著一個賽道播放主題曲 十一拍 你從來沒有在地球上聽過十一拍的演奏歌曲 瑪莉歐做到了 而且聽起來超順 完全不會有任何歪一邊的感覺 就笑笑提到一下 遊戲電影配樂 遊戲配樂也是一個很深的一個學問好不好 大家下次找電玩配樂來聊聊天好了 接下來呢就要進入到我們每一次有歌手 來到節目上都會進行的遊戲環節 這遊戲環節名稱呢 我當時打仿剛的時候 就真的只是隨便想一個名稱丟上去 它叫做來自星星的你 聽起來有點老土的感覺 好直白好害羞的感覺 在這個環節之中呢 我們會找出夏老闆會出一些題目 一些很立體的歌手或藝人 我們一想到他就會有一個 腦中有一個畫面的這樣子的人類 我們要猜他到底是什麼星座的 跟之前我們有把藝人的本名唸出來 然後讓大家去猜他到底是誰 猜他的藝名是什麼 有藝曲同工之妙 我在節目上非常喜歡查藝人的星座 讓我有更多話題可以聊 所以基本上之前的主持過的歌手 我大概都記得他們是什麼座了 夏老闆你隨便給我一個之前訪過的 哪一個 好所以 今天我等一下查一下哥哥的聲音 所以今天在節目之中呢 我特地沒有查鄭義濃的星座 我就想說我們來互猜對方的星座好了 我剛一直在想 我剛才一直在想 因為要說理性 你有很理性的地方 但是你的音樂又很感性 然後我自己覺得你是一個 蠻硬的女生 蠻堅強 或者是有一些想法 就是想要把它實現出來的女生 然後又很柔軟 所以我覺得有點金牛耶 金牛 金牛 就金牛了 啊猜中了 沒有 猜 好那你等一下再公布你 那你猜我 我的很難猜喔 對我也覺得蠻難猜的 對因為我剛剛在想 到底是火象還是水象 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東西 是 對可是 因為你有 有的時候會跑出火象的那個 嗯 氣焰 噴出來 對以及 某一些直接的東西 對 可惜我覺得你講話的 就是 就是你注意到的細節又很水象 喔 對我所以我現在很可困惑 究竟我是火象還是水象呢 我必須說我 我的星座是 這其中一個像 喔 我想一下喔 我覺得可能是 水 雙魚座 你這個表情感覺不是 我獅子啦 你呢 我剛剛有想到另外一個是獅子座 就差一點點擦身而過 你怎麼做 好但是 就是 你猜的比較遠 我是雙魚座 而且我跟你說我很水 因為我月亮也是 我月亮是天蠍座 你真水啦 對 什麼 女明星自己講啊 瞬間害羞起來 沒有 我月亮是天蠍座 我上次是橘蠍座 我是水水水 我是超爆水 超水 就是 正宜農他的所有星盤都指向是水屬性的 那你那些 那個東西怎麼出來的 因為感覺你是一個很 很有自己原則的狀態 水感覺會游來游去 對 那你覺得是 為什麼你會這樣 就是 因為犯很多蠢 從人生經驗之中獲得的 對 可是其實我有發現水像 尤其是雙魚座是大家印象之中最 迷糊 最浪漫 對 沒有理性的那個 對 可是有的時候說會物極必反 就是當你知道自己有多不理性的時候 你就會很努力的去學習理性的部分 突然 就是一個累積到一個然後就回彈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我在平常就有很多比較理性的面向 譬如說我很喜歡分析事情 對然後或者是我很喜歡條列式的講話 做筆記 對 我覺得那個都是跟就是 可能我在成長過程之中很努力想要抓住自己而訓練而成的一個東西 好認真的人類喔 我到底怎麼活到今天 對 我覺得我就很隨便啦 就是獅子座 對沒有錯 但是這樣一講就覺得真的很大獅子座 我剛剛呢有一度很想猜獅子座 可是我又覺得 是這麼簡單的事嗎這樣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目前都是零分啦 但是接下來出的題目呢 我們也是只能猜一個 然後如果猜狀的話就加分 最後分數最低的人呢就會 上拿三課 在宣傳時間的時候上拿三課 好的我們進入第一題 好第一題 阿寶 等一下等一下妳先不要講 妳應該知道吧 我知道 如果她不知道的話 如果她不知道的話 我們應該會就是趕快緊急say一下 要不然她真的是無法出去見人 對啊 阿寶喔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溫柔的女生 但是又很拉得下身段 跟所有人去對談 或者是去搞笑 感覺風一點喔 風一點 三二一 天秤座 但是我可以理解妳說 她有一點風向 對 因為她可能一瞬間 妳看她的各種就是很活啊 反應很快 妳會覺得她是風向 對 處女座的女生 我好像跟處女座的女生 都很合得來 因為我身邊很多很好的朋友 都是處女座的女生 但是 但是她們有一些絕對的地雷 或我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她們有一些絕對地雷 或者底線 真的不能碰 就算再好 妳也不能夠去跨越她 這我覺得跟她們應對的相處的方式 對 再跟她合作上 有什麼 有趣的或者是 要分享 就像妳講的 她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可是她的那個溫暖是 她不是很 怎麼講 就她不是一個很擺明的溫暖 就是妳會知道什麼時候她在cover妳 然後她會cover得很無所謂 對 她可能 就是不是很 怎麼講 就是對她來講 會覺得就是 不要搞得那麼嚴重 可是其實 她非常細膩 對 好讚喔 對 所以這是跟她相處的過程 我覺得我真的跟她學到很多 因為那個 泰然自在的幫助別人 然後 就是 又很聰明的幫助別人 這件事情是 我很想要達到的 那因為我 就是我們水下 有的時候幫助別人 就會不小心 讓別人很明確 只好我們在幫助別人 這樣 我這樣更是 我幫助別人 或者是我給別人溫暖 就好像直拳打在她臉上 加油 這種感覺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有時候 有時候會 會讓人有一些壓力 或是有時候會讓人 有一些練習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阿抱這方面 做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也可以觀察一下 阿抱是怎麼樣去講話 怎麼樣去聊天的 聽聽看潮流心聲 你就可以更了解她這個人了 好 下一題 神奇珍 喔 欸怎麼辦 我都知道欸 傻眼 對啊 你馬賽克吧 你是跟她有 沒有啊 我就是 我們有 我們那有見過面 而且就是會點個頭這樣 可是我跟她完全不熟 那你為什麼會知道她的星座 因為我就是 會去研究 陳啟珍喔 我覺得蠻怪咖的 再加上哲學系的背景 然後 又溫溫的 感覺 好 我想好了 三二一 水瓶座 謝謝 謝謝 但這個 這次有那個阿 比較接近 雙子也是蠻怪咖的 對 而且這兩個其實有時候會分不出來 對我覺得 我自己遇到的時候會分不出來 雙子我比較少遇到 好的 那我們進入下一題 下一題 蔡依林 喔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感覺我可以猜到她是什麼 嗯 因為我分析的狀態是這樣 她之前不是出地裁嗎 就感覺是很用力 很認真在工作的一個狀態 而且她其實也沒有那麼好笑 她也是一個蠻認真 蠻認真的一個人類 嗯 所以我大概有答案 那妳有想好嗎 好 我有答案啊 因為我又知道 妳知道 傻眼 妳腦中塞了這麼多其他人星座的知識 為什麼 3 2 1 摩羯座 好 謝謝 也是固定星座啊 對 其實妳是差一點 圖像 也是圖像 因為處女座是變動 處女座是圖像裡面唯一的變動 對 所以 好啊 今天派一個國師來跟我 沒有 不是 為什麼妳會去寄人家的星座 因為我 我很喜歡研究大家的工作 就是大家怎麼走到今天 怎麼變成現在的人 對 然後所以我就會 我欣賞的各式各樣的工作者 對我都會去看她的星座 可是妳要如何知道她的比如說上升或太陽或什麼 我這些就 如果妳有她的那個出生時間的話 就查得到 對 就查得到 所以網路上是查得到 比如說蔡依林的出生時間嗎 但是有可能可以查得到她的比如說上升或是 因為她有可能有講過 如果一個人能紅到妳上網查 就可以查到她出生的精準至分鐘數的話 嗯 哇 走路都要瘋 轉死 好下一題 露露 喔 黃露子音露露 我感覺 我感覺 她可能心裡面有一塊非常的沒有自信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的感覺啦 但是她陽光起來又非常陽光 我有我的答案了 我也有我的答案了 3 2 1 獅子座 答對了 是嗎 對 哈哈哈哈 這個我自己用猜的啊 這個我自己用猜的啊 沙眼就猜真的太離奇了 為什麼 因為她 吳有金牛座的朋友 然後我覺得有相似的氣場 就是 我有接受過她的訪問 然後她 她非常 她也是很 很照顧人 並且在 你看到她瞬間 妳會明白原來她 對於她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很謙卑 喔很感恩 對 然後 然後就他明明就是反應很靈活 是 很好笑 可是他會有突然一個很嚴肅的瞬間 哦 對對對 有有感受到 就比如說他在主持 料理之王或聖靈之王的時候 今天是不是請到靈媒來到現場 真是嚇死人 好 那我們進入下一題 好下一題 楊錦華 哇塞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妳真的很吃虧 這個我知道 為什麼妳連演員咖都知道 因為我認識他 因為我有做過 因為他有演過我爸的戲 然後我們有一起 就我們還有一起吃飯什麼的 所以我知道 有一個星座的人都長得很好看 這是我 我之前聽說到的 我覺得我要猜那個星座 3 2 1 天秤座 好謝謝 他感覺超難聊啊 為什麼是射手座 他感覺很有自己的矜持的狀態 射手座的女生是這樣啊 哦是嗎 他們覺得我就是這樣 這樣 然後 只是 不管是哪裡 都是我就是這樣 就很有自己的 的坦性的一個 一個狀態啦 好喔 楊錦華是射手座 演員也很厲害 可以演成完全另外一個 對 但是我射手座都很 演技都很好 演技嗎 對對對 我遇過射手座的女生 就是演員的演技都很好 哦 因為那 那你自己在 比如說 Casting 的時候 會看人家星座嗎 Casting 你說 譬如說我要拍MV 對 譬如說你要拍MV 不會 OK 對 因為通常我拍MV的時候 都沒有錢 我都找朋友來 好真實的答案 下一題 請問楊瑟宏的媽媽是什麼星座 這個我知道 不要聯想的東西太多 要怎麼樣養成楊瑟宏這樣的人 他會是什麼 沒有啦 好 下一題 Freddy 哇塞 我知道 因為他們一定很常在音樂機 或者是音樂場的頻道 因為我的導演比較有關的 哦 OK OK 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理念 並且會實際去做 實際去執行 唱很重口味的曲風 喜歡很重口味的曲風 演出非常的踏實 扎實的帶起 觀眾的情緒 好 OK了 3 2 1 摩羯做好 這個題目對我很友善啦 是 題目友善 題目友善 等等 好 下一題 下一題 不知道吧 好 下一題 Blade Pink的Lisa 哦 這你不 我跟你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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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啦 我是 我是Lisa粉啊 真假的啦 殺死 所以妳會跳嗎 妳有學她的舞嗎 哦 我還沒有很認真學下 可是我自己真的有在家裡嘗試過 在我家只會這樣子 哈哈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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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很腳踏實地耶 感覺很腳踏實地耶 她其實 並沒有那麼的 對我來講她跟 比如說她其他成員比起來 就魅力之點滿 然後她並沒有那麼有 但是她同時並沒有那麼攻擊性 很有魅力之的星座 3 2 1 獅子座好 哈哈哈哈哈 但獅子座也很理解啊 對 也是 對 畢竟我自己是獅子座 我就想 我是蠻有魅力的一個人 所以說 Lisa應該也是獅子座 哈哈哈 她真的是母羊嗎 是啊 對她是母羊座 哈哈哈 哇你最新連偶像的星座也會去看 對啊 就是了解 因為我也是覺得她的 她的事業脈絡很 很有趣 對 所以這種時候我就會想要去理解 所以從人家的 這個生涯的脈絡去 還有她的星座 你會有 反思到自己身上去做一些調整嗎 對啊 我會 我很常會這樣子 嘆 哈哈哈 雙魚座 然後活得這麼認真 哈哈哈 到底怎麼做到 我是不是可以替這個星座平凡一些事情 哈哈 非常跳出雙魚座的刻板印象 下一題 是網膜 認真的搞笑 乾式幽默 反串 這就瘋子做得出來 所以 你該不會知道吧 我知道 哈哈哈 你怎麼會知道連Youtuber都攻陷了 因為我前陣子也有 就是上她的節目 哦 對 所以我有 我有稍微做個研究一下 三 二 一 天蠍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慘啊 每一題盲猜有十二分之一的機會會中 對 然後還有最後一題嗎 對還有最後一題 所以我這一題才沒中 那我就是 概率學裡面的奇蹟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最後一題 這問題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會知道 這問題是 視網膜的狗 柚子 蛤 所以這條狗 對它很好操縱 很好操縱 很好搬來搬去 很性格很 為什麼我們要討論一隻狗的形狀 對啊 這個也太困難了吧 而且 我想一想 它對外在刺激比較遲鈍 所以 是單純它品種的問題 還是新種的問題 可是我 嗯 可是它有 它是遲鈍嗎 還是它只是覺得它不是很在意 處之泰然 對啊 這是不同的邏輯 可是我們不會叫這些狗的心路 好 那我就猜 我猜它是 不在意這樣 好 三 二 一 三 謝謝 它是獅子座 喔它是獅子座 它八月五號 它好 它也是有經過一些人生的歷練 我覺得 要呈現出來不一樣的狀態 謝謝視網膜 為我們提供了兩題這麼精彩的題目 好的 那我們這個遊戲結束了之後呢 後來發現 喔 我得到零分 非常榮幸喔 概率學上的奇蹟 那現在呢 請幫我上馬賽克 最後的時間 我們交給伊農 讓他來分享一下水逆這張專輯 跟未來的音樂規劃吧 大家好 我是鄭英農 我的新專輯水逆 它是一張全台語專輯 它在3月4號的時候已經發行了 那 呃 這張專輯呢 它是一張 一張講述溝通的作品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裡面聽到 不同的溝通的面向 以及 呃就是 對於台語這件事情 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那 除此之外 接下來會有一系列的活動 包括小巡迴 大巡迴 還有8月6號會在北流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舉辦演唱會 對 舉辦演唱會 那在這中間呢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follow我的 臉書 還有我的IG 還有我的官網 對 那這些裡面都會有各式各樣的訊息 這樣子 更多的訊息 請一定要上各大社群平台 搜尋鄭怡農 也不要忘記喔 我們在節目播出之後呢 過不久也許會有更多新的影像作品 跟大家見面喔 是的 那今天聊得非常開心 甚至有點超時了 我們最後呢 跟觀眾朋友們說一聲 掰掰吧 掰掰 小巡迷 小巡迴 啊 turned